資深保險經紀人湯榮素表示 出租私家車應該向車險公司瞭解 是否有這類保險服務 並在現有保單上加入這項條款 他舉例說明 如果車輛具備車體險 責任險和盜竊險等全保 出租車輛的半年保險費用 通常會增加100元左右 他說明 如果有親友需要借車數週或數月 只要跟保險公司報告 多繳一點保費就可以使用了 民眾也可以把私家車加入網站租車平台 同樣能增加收入 也省去了辦理保險的麻煩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陽 洛杉磯採訪報導 可以收入注印看看 只是週間約洪池 提述